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裏是大埔獨立屋豪宅比華里山別墅 教主陳豪一家、徐叔敏和王浩 飾演吸血殭屍的謝安琪都住在這裏 近來就有兩大吸血家族都闖入 就是蚊和蚊子 他們連群結隊,自己偷襲享用人血 有小朋友中招 不止有癢、有紅、有腫 還關上水樸 本行視察發現 屋苑內外有四大蚊子 都是由黑、由骯髒 這裏空子單位的小泳池 既是死水又滿部庫業 漁安街這彎位,除地垃圾 整地都是污水 三門仔路邊的大埔龍舟敬委會龍舟庫 整個沙灘都是垃圾 看真點,這個被棄置的飲品箱 黑色一點點的是蚊子 這棵樹蟲和比華里山相距只有20米 在樹洞入面游水的小蟲 就是小蚊子、蝶缺 這裏滿地庫業,很適合蚊枝生長 記者在這裏留了一陣 立即被釘得又紅又腫 醫生說被蚊枝咬,會特別癢和山水泡 蚊就可以傳播日本腦炎 債卡病毒和燈格熱 去年衛生署收到的燈格熱情報個案 破紀錄有114宗 有公共衛生專家就說 全球暖化,令氣溫上升和雨水增多 令蚊環時間延長 今年蚊環已經爆發 九龍灣有公屋小朋友都中招 他兩隻腳都被蚊咬過 那時我們走到草地有很多蚊 所以我們每次出去都會戴一些面罩 但我沒有需要戴帽子和眼罩 有穿長袖衫、噴煙和爬水